沈志明加班,就我和女儿在家,谁知睡到半夜,五岁的女儿突然哑着嗓子哭起来,妈妈,我好热好难受,我第一反应便是去摸女儿,谁知手指碰到她的身体时,一阵滚烫,我知道,女儿发烧了。 小孩发烧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赶紧开灯,从床头柜摸出体温计给女儿加上,一边给女儿穿衣服,不忘了一边给沈志明打电话。 女儿的双颊通红,闭着眼睛,嘴唇因为发烧呈现出暗红色。 因为难受,眼角一直在流眼泪,可是等我给女儿和我穿戴整齐,沈志明的电话也没能打通。 电话那头提示无人接听。 至于女儿的体温,查看温度计,居然高烧四十度。 我不会开车,大半夜又不好打车,离家最近的医院也要二十分钟。 会开车的人不在身边,情急之下,我找了张退热贴给女儿贴上,直接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来得很及时,半个小时内,我们已经被送到最近的医院。 女儿瘦小,可我同样单薄,再加上神经紧张,抱着她赶往急诊室有些吃力。 眼看就要抵达,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麻烦让一让,孩子高烧不退,已经在抽搐了。 实在抱歉,听声音,有些熟悉,向我老公沈志明。 但不太确定,随后身体便被人撞开,男人抱着孩子匆匆挤到最前面。 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披散着头发,双眼通红的女人。 三个人一起进入急诊室,片刻后男人被赶了出来。 护士在门口提醒,一位家属进来就行了,孩子爸爸在外面等等。 女人带着孩子进去检查,男人在外面焦急地走来走去,时不时看向急诊室方向。 所有人都在夸赞孩子父亲称职。 可我清楚地看到,这位父亲是我老公沈志明。 而那个女人是沈志明的初恋。 陆可情,我无法形容现在的心情。 委屈,愤恨,身体更像是掉进冰窖了一般,微微颤抖,冷汗直流。 沈志明所谓的加班,原来是陪他的初恋女友啊。 烧得迷迷糊糊的女儿这时候睁开眼睛,用小猫似的声音问, 妈妈,爸爸的电话打通了吗? 一句话,让我泪水忍不住决堤。 我匆匆别过头,吸了吸鼻子,埋头在女儿的衣服上把眼泪擦掉,轻声安慰她。 爸爸在加班,有妈妈就够了,医生那里也会很快就轮到我们。 我没办法告诉女儿。 她的爸爸正陪另外一个阿姨,带另外一个孩子看病。 陆可勤跟孩子很快从急诊室出来,两个人低头正说着什么。 验完血,确认孩子感染了乙流,医生给用了些退烧药。 等我抱着女儿在走廊打点滴时,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来电显示,打电话的人是沈志明。 不远处,他捏着手机正不耐烦地走来走去。 正当我犹豫着挂断还是接听的时候,沈志明的目光扫向我的方向。 我已经做好准备跟他对质。 可下一秒他被身后的女人拍了拍,视线又收回去。 陆可勤指了指孩子,笑容如是重负中夹杂着羞涩。 跟沈志明说了什么后,抱孩子的人换成了沈志明。 而陆可勤,则朝着卫生间的方向去了。 或许是看到沈志明的初恋去卫生间,我也才想起来还没上厕所。 可我来的时候太匆忙,什么准备都没有。 一个人抱着女儿打掉针,去厕所根本不方便。 情急之下,我只能询问女儿。 田田,妈妈要去卫生间,你现在有力气走路吗? 田田虽然没那么烧,但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听我这么问,虚弱地摇摇头。 生病的孩子因为难受,爱撒娇,田田也不例外。 语气已经带着哭腔了。 妈妈,我没力气走路。 我看了看周围,视线不经意间又落在了沈志明身上。 小女孩被她抱在怀里,时不时被她逗得咯咯直笑,两人像极了妇女俩。 反观我,明明有老公,却过得像个寡妇。 我不想让田田看到爸爸怀里抱着别的小女孩,但又着急上厕所,只能艰难地一手抱起她,另一只手拿着挂掉平的支架往卫生间方向走。 值班小护士恰好路过,看到我这个样子忙开口,姐,你带着孩子怎么行呢? 如果放心的话,孩子先教给我看,你去上厕所。 小护士能这么做,我已经很感激了,冲她说了声谢谢,又把田田放在旁边的休息椅上,急匆匆去了卫生间。 出来的时候,又碰到了陆可晴。 与我的狼狈相比,从卫生间出来的她站在镜子前,像没看到我一样不断地调整方向,打理之前凌乱的头发。 苍白的脸色因为没有涂口红,显得越发惹人恋爱,美丽而又柔弱,几乎满足了所有男性想保护的样子。 再看看镜子里的我,身上穿着还没换下的睡衣,头发被鲨鱼夹随意夹起来,面容憔悴,拉里拉他,但我没有时间打理。 洗了手匆匆走出去,和刚才帮我照顾田田的小护士交接。 小护士哄小孩果然有一套。 虽然田田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可心情明显好了很多。 见我出来,小护士还是问了句,多可爱的孩子,他爸爸怎么没来。 我微微攥紧了拳头,看向沈志明的方向。 原本想说他爸爸死了,可田田却娇娇弱弱地来了句,爸爸在加班。 旁边陪病人的大妈忍不住插了句嘴,这都几点了,还加班呢。 姑娘,听我说,男人要是频繁加班,可要当心点,现在的人都不老实。 女儿都上急诊了,当爸的没出现。 大妈的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因为原本没什么精神头的田田突然喊了句,爸爸。 但很快,田田的声音又弱了下去,撇着嘴问,爸爸,你怎么在这里,他是谁? 或许是抱着小女孩走动,导致沈志明无意间晃到了我附近,才被田田看到。 听到声音的他微微一愣,很快又将视线看向我。 我能感受到他一瞬间有些尴尬,但很快开口解释,他是爸爸一个朋友的女儿。 旁边刚才还滔滔不绝的大妈,此刻择了一声,将同情的目光看向我,又鄙视了沈志明一眼。 这边沈志明说完,又把视线看向我,不等他开口,我率先质问他道,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 整整十二个,可你连一个也没有接,我还以为你。 我说不下去了,以为面对他的时候至少可以平静一些,可还是被气笑了。 转过头的一刹那,泪水再次崩落。 那时候没打通电话,我想过无数可能。 比如说他加班怕被打扰,设了静音,或者加班太累,直接在办公室休息了,亦或者是已经加完班,再赶回来的路上。 尤其是第三个可能性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立马不敢再打电话过去,唯恐正在开车的他接了电话出什么意外。 唯独没有想过,他身边跟着别的女人,甚至无法想象,在此前,他跟那个女人究竟做了什么。 我吸了吸鼻子,强行咽下眼角的泪水,语气里带着嘲讽。 我还以为你出车祸了。 沈志明试图跟我解释,家家,我知道我不对,只是他还没说出来,他的初恋就来了。 阿明,怎么了?随后视线落在我身上,立马表现得惊慌失措。 家家姐,你别误会,我和阿明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的语气焦急而又内疚。 像极了柔弱无助的小白花,与我相对比,我反倒格外咄咄逼人。 说完这句的时候,身体还跟着微微晃了晃。 原本注意力放在我和女儿身上的沈志明,立马腾出手,将她扶住。 可情,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这里交给我,你先去休息。 陆可情点点头,柔弱无骨地走到一边休息。 沈志明把怀里抱着的小女孩放在她身边,又脱下外套披在陆可情身上。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比起之前,居然要冷静得多。 这就是那个我深爱着的,曾几何时,满心满眼里都是我的男人。 那个相爱三年,当年我答应她求婚的夜里,凌晨三点还在发消息说自己兴奋到睡不着的男人。 其实她的不对劲,并非无迹可循。 仔细想想,从一年前就开始了。 从前她也会加班,也会出差。 但不管是加班还是出差,她在临走前都会拥着我,亲吻我的额头,对我说抱歉。 她说,家家,对不起,一直没能好好陪你。 但你放心,只要我再努力一些,等公司进入稳定期,我就会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你和孩子。 最近一年间,她加班得更加频繁了,有时候彻夜不归,就连出差的次数也多了很多。 但再也没有以前的温柔,也不会提前告诉我行程。 有时候,一觉睡醒,发现身边的人不在,打电话过去,她才敷衍地回复一句。 或说自己出差,或者说在公司加班,顺便睡在办公室了。 我努力地去体谅她的不容易,打消各种疑虑,以为她是在为我们的小家而努力。 现在看来,她是在为小家努力,但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 尽管我和女儿都在,沈志明还是贴心地安顿好陆可情母女,才看向我和田田。 家家,你怎么在这里? 田田怎么了? 她试图靠近,伸手去抱田田,田田却红着眼往我怀里躲,口中喊着,不要。 爸爸坏。 看吧,五岁的孩子都知道难受,更何况是我。 她把外套披在陆可情身上,难道就没有发现我也只穿着单薄的睡衣? 看到接连十几个电话,难道就没有担心过一点点,是不是我这边出了什么意外? 很明显,她没有。 听到女儿的话,沈志明愣在原地,很快板起一张脸。 田田,我是爸爸,你不可以这么说。 妈妈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田田扁着嘴,生着病,还被她一顿训斥,立马挖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不想在女儿面前和她大吵大闹,连忙将女儿抱在怀里哄,天天不哭。 随后深呼吸一口气冲沈志明道,你走,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沈志明站在原地,耿着脖子看我。 烦躁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最后还是陆可情站起来安慰她。 阿明,家家姐说得对,孩子还在呢。 就算有什么误会,晚点再说也不迟,大不了我私底下跟她解释清楚。 沈志明看向她的眼神充满了温柔,只淡淡地回复一个字。 好,对比刚才她看向我满是不耐烦的眼神,显得格外讽刺。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在她心里居然连陌生人都不如。 恰好有护士过来说腾出一个床位,沈志明头也不回地带着母女俩离开了。 我这边也被告知有了床位,带着田田去病房休息,我得以轻松很多。 田田很快就睡着了,我陪在她身边,时刻注意瓶子里挂的药水。 手机再次震动起来,打电话的是沈志明。 我条件发射性地按了拒绝。 她不死心,打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发来消息。 许佳佳,你闹够了没有?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出来,我们谈谈。 我担心她继续打电话,便回复一句,田田在打吊针,我得看着,你好好陪你的初恋女友吧。 发完这句话,我静静地盯着聊天界面,看着对方输入又停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 难道说真的期待她给我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 最终,对方停止了输入,而我一颗悬着的心,也跟着死了。 女儿挂完水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我打算趴在床边休息一下时,门口传来动静。 沈志明站在那里,冲我开口,家家,你出来一下,我们谈谈。 谈谈,其实没什么好谈的。 但为了不吵醒家家,我还是跟她去了走廊拐角处。 家家,可情母女俩孤苦伶仃,我也是昨天接到电话才赶过去的,我不知道女儿生了病。 而且,你也知道,可情本来就不容易,幼年丧母,还是个单身妈妈,一个人带着孩子,找到我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气笑了,冲着她问,你也知道,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那我容易吗? 沈志明,你带着她的孩子来看病,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接连十几个电话,你一个没接,又怎么解释? 你这么紧张那个孩子,该不会那个孩子是你的吧? 沈志明的脸色闪现一丝异常,但很快恢复平静,甚至带着恼怒,许家家。 你胡说什么呢? 都说了,我只是看他们母女可怜,你怎么能这么无理取闹? 原本我那句话只是试探,可看到她这么大反应,我已经有答案了。 尤其是这一年间,她撒谎被我揭穿的时候,就是这副模样。 暴跳如雷,拼命反驳,最后变成控诉我,无理取闹。 而我那时候也以为自己是真的误会了,再加上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觉得夫妻间没有必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就主动道歉求和。 我努力平复情绪,不再像曾经那样迁就她,而是问,既然不是你,那孩子的亲生父亲呢? 这种接过眼,她为什么不去找孩子的亲生父亲,而是你? 沈志明,不要再装了,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你以为我真看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撒谎?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愣愣地看着我,而后冷笑,别过头骂了一句,神经病。 见她没有正面回应,我掉头就走,你不说也可以,我自己去问她。 沈志明极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许去问可情,她身体不好,受不了刺激。 被她抓住的一瞬间,泪水再次模糊实现,难道我就受得了刺激? 我闭着眼睛不敢回头,不想让她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停顿了几秒,稳住情绪才问,所以,你真是承认了。 她沉默着,抓着我的手慢慢松开,而后点燃一支香烟。 家家,你要我怎么解释,可情的孩子真不是我的。 曾经淡淡的香烟味是熟悉安全的味道,这一刻却让我极度陌生。 外面冷风瑟瑟,穿着单薄睡衣的我,只觉得心里更冷。 没有什么比被自己爱的人欺骗,还要听她撒谎,更让人心灰意冷。 我沉默不语,打算继续听她狡辩。 是,我承认我和可情的确有过一段恋情,但是你也知道,那都是过去事。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找到我的,然后又找我帮忙。 年轻的时候谁没有爱错过人,你不也一样? 但那些都过去了,几十岁的人,甜甜也都这么大了,我能不明白这点。 她靠近,试图把我拽进怀里,却被我躲开。 真要我当面问她吗? 我冷眼看着她,只见沈志明的双眼由刚才的愧疚,一瞬间变得冷漠。 她说,许佳佳,可情不像你,你别去她那里撒泼。 我甩开她还抓着我胳膊的手,那你就把事情说清楚,别逼我。 或者把手机拿出来,让我看看你们都聊了什么。 沈志明拒绝了我的要求,尽管已经猜到,但这一刻已经是实锤了。 而我的心也像是被铁锤重重锤了一下,或许是迫于无奈,沈志明终于承认了。 那天她找到我,说想跟我重新开始,我告诉她我已经有你了,而且我们很快就要结婚。 得知这个消息,她哭得很伤心,跟我追忆以前的事,说她后悔看错了人。 之后她让我陪她喝最后一次酒,我答应了,谁知我们俩都喝醉了,所以那天晚上。 我发誓,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直到一年前,她突然带着孩子找到了我。 家家,我错了,这么多年你也看得到,我一直在弥补,我感觉对不起你,你能感觉到的对不对? 我最爱的人是你。我是混账,可我也不能丢下他们母女不管,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行不行? 我只觉得可悲又可笑。 领结婚证的当天夜里,她说找哥们喝酒庆祝,原来适合初恋私会。 说得不醉不归,原来适合初恋癫乱捣缝缝,出轨被她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明明和初恋旧情复然,却说得这么勉为其难,都这个时候了,还用所谓的爱来蒙蔽我。 爱不爱,一个眼神都能看明白,哪里是用嘴说出来的? 我问,如果陆可情知道你是这么对我说的,你觉得她会怎么想? 她,再次沉默,我重重呼出一口气,等田田出院,我们就离婚吧。 不等她回答,我已经甩开她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病房,看着熟睡的可爱的女儿,我的心里一阵阵难受。 沈志明忙于工作,而我除了一份普通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但更多的精力放在带孩子上。 虽然这一年多沈志明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可我从未让他爸爸的形象在孩子脑子里模糊过。 我总是跟他讲述爸爸是如何优秀,如何爱他,告诉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对他的爱是超过爸爸的。 童年缺少的爱,我总想加倍补偿在女儿身上。 可现在看来,终究是落空了。 看到最爱的爸爸抱着别的小女孩,甜甜有多难受。 如果我和沈志明离了婚,没有了爸爸的他,又会多难受? 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难吗? 越是这么想,我的心越是像被刀割一样难受。 牵着女儿的小手,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对不起。 手机再次震动起来,消息还是沈志明发来的。 佳佳,我不同意离婚。 你不是说过吗? 没有完整家庭的孩子很可怜,你也不想甜甜跟你一样,童年有缺憾吧。 就算你不是为了我,为了女儿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离开我,她会怎么样? 你不想让她恨你一辈子吧? 她也记得我的原生家庭缺少父亲的陪伴。 但她怎么就不记得我最讨厌什么样的男人? 我回复她,你错了。 比起一个不忠的父亲,作为孩子,宁愿选择没有父亲的家庭。 最重要的是,就算离婚,她会恨的也只是背叛婚姻的你,而不是我。 发完这条消息,我不想再和她做无谓的争吵,直接把她的联系方式加入黑名单。 那个我深爱的人,终究还是变成了我最厌恶的那类。 女儿在医院一共住了七天。 娘家离得远,而我又要上班,只能摆脱在这家医院上班的闺蜜秦南。 得知我昨晚上叫救护车来急诊,且沈志明的电话全程打不通,她直接气炸了。 这还有个当爸爸的样吗? 要我说,男人这个爸爸就是当得太轻松。 爽一爽就屁是不管,什么事都轮到女人来。 不行,我这就去找这个混蛋。 我一把拉住秦南,指了指还在睡觉的田田,拉他出去把沈志明和陆可勤的事情讲了一遍。 听完我的讲述,秦南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别哭,男人算什么,你还有我。 放心好了,你去处理你的事,孩子这边交给我。 别忘了,稳定的事业也是争夺抚养权的一部分。 我点点头,很感激闺蜜的理解。 正如他所说,稳定的事业是争夺抚养权的一部分。 虽然我俩收入差距很大,但至少有筹码。 接下来的几天,沈志明有来看过田田。 秦南对他没有半点好脸色, 而我也始终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沈志明会带来玩具和零食,陪上那么一会。 小孩子忘性大,刚开始还嚷着让沈志明给我道歉, 架不住沈志明转移话题,很快忘了这事。 其实道不道歉与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在唯一的诉求便是跟他离婚。 他以为我只是在跟他怄气, 实际上我每天忙完工作上的事, 便是给自己找律师,咨询有关离婚的事项。 律师告诉我, 想要在离婚的时候争取更多的权益。 只能多搜集有关于沈志明婚内出轨的事。 女儿住院期间, 沈志明除了来看女儿, 我也清楚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陪那对母女。 两人举止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只有我知道两人的眼神如何拉丝。 眼看证据的是没找落, 闺蜜开始出招, 实在不想, 我借着职务便利, 给她们做次亲子鉴定, 只要证明那个女人的孩子是沈志明的, 那她婚内出轨便是不争的事实。 我担心对她的职业生涯造成影响, 秦男却挑眉看我, 放心好了, 当了这么多年内的医生, 这点事怎么可能办不好? 令我没想到的是, 住院期间, 沈志明没怎么和我搭话, 反倒是陆可勤主动找上了我。 他把我堵在卫生间门口, 双臂环抱, 静静地看着我。 我想你应该猜出来了吧, 孩子是我和阿明的。 虽然你们结婚这么多年, 但他始终忘不了我。 我冷笑, 那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 小三和剑不得光私生女的身份, 马上就能公告天下了。 被我一顿回怼, 陆可勤的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 就在我准备离开, 不再和这个女人继续纠缠下去的时候, 陆可勤突然往后亮腔一步, 后背重重撞在墙壁上。 下一秒, 沈志明焦急地奔过来, 一把将我推开, 扶起了拧着眉头蜷缩在地上的陆可勤。 许佳佳, 我说过,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不要为难可勤。 与毕, 他又关切地询问陆可勤, 可勤, 你没事吧? 陆可勤依旧是那副柔弱可怜模样, 咬着唇挤出一句话, 没事, 我的肚子, 阿明, 你不要怪佳佳姐, 她也不是故意的。 一句话, 把所有责任推在了我头上。 我看了眼头顶的摄像头, 又看看面前的陆可勤, 真想这一刻, 好似没那么重要了。 沈志明抱起陆可勤,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冷声道, 许佳佳, 可勤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要你好看。 我喊住他, 最坏不就是离婚吗? 还能怎样? 我又把视线看向陆可勤, 这也是你要的结果, 与其在我身上打主意, 不如劝劝他, 早点跟我办理手续。 这天下午, 秦南又带给了我另外一个消息, 陆可勤之所以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 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做完堕胎手术, 而那个陪他来做手术的人, 是沈志明。 不用多说, 那个孩子肯定也是沈志明的。 我握紧拳头, 纵使知道这个男人满嘴谎话, 却还是被真相刺痛到了。 秦南再次开口, 语气略有些兴奋, 先别着急难过, 你猜猜, 两人这么相爱, 为什么要堕胎? 我对两个人的迫事没那么感兴趣了, 敷衍地问了句, 为什么? 秦南的兴奋更明显了, 宫外孕, 不但孩子没了, 子宫也被切除了, 这就叫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陆可勤有没有出力我不知道, 但沈志明终究还是不同意离婚。 原因很可笑, 他不希望甜甜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甚至放下狠话, 许佳佳, 我知道你舍不得孩子, 但如果你执意要离婚, 我也不会放弃抚养权, 到时候你只会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我没有再跟他争辩下去, 而是转身找了最好的律师起诉离婚。 女儿出院后, 我直接带着他住进了闺蜜家里。 律师寒发出去, 没多久就开始走流程, 双方先是调解, 沈志明依旧不同意, 只能走上法庭。 恰逢这时候, 沈志明和陆可勤女儿的亲子鉴定报告也出来了。 秦南拿着报告单, 看着我一脸复杂。 佳佳, 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 你自己看吧。 鉴定报告结果显示, 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 我诧异地看向陆可勤。 陆可勤跟我解释, 说明他们当初一夜荒唐是真, 陆可勤在找接盘侠也是真。 当然了, 不排除上次公外孕的产物, 真的是沈志明的。 我这有些懊恼, 如果鉴定结果显示, 陆可勤的女儿真的是沈志明生物学上的女儿该有多好。 毕竟这样一来, 打离婚官司我的胜诉更大。 她拍拍我的肩膀, 可惜了, 少了一个重锤的证据, 不过我也很想知道, 沈志明知道自己做了接盘侠, 会是什么样的嘴脸。 其实我也想知道,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开庭那天, 由于我拿不出来有力的证据, 无法证明沈志明确实婚内出轨。 可就算离婚, 我也并没有过错, 法院还是判决婚内财产平分。 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沈志明的财产情况, 我也早就列好清单, 并且交给了律师, 现在唯一关心的是女儿的抚养问题。 沈志明看向我, 眼神里充满了优越感。 许佳佳, 如果田田跟了你, 就注定停拥一辈子, 她再也上不去私立学校, 买不起昂贵的玩具和衣服。 如果跟了我, 无论吃穿用度还是别的什么, 我都会给她最好的。 由于我和她 都不肯放弃抚养权, 法官最终把决定权交到女儿手里。 我看向女儿, 蹲在她面前轻声询问, 田田, 你也听到了吧? 跟着爸爸的确会有优渥的生活, 妈妈不一定会给你最好的, 但一定会给你我能给的最好的。 所以, 你选择爸爸还是妈妈? 田田红着眼, 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志明。 最终一头扎劲, 我怀里哭诉, 虽然我不想爸爸和妈妈分开, 可我也不想看到妈妈难过。 我选妈妈, 因为这样妈妈就会很开心。 说完, 她又抹干眼泪, 仰起头看沈志明。 爸爸, 你都有女儿了, 少了我并没有什么, 可妈妈只有我一个。 一句话, 让沈志明的脸颊变得滚烫。 我紧紧地抱着女儿, 原本以为已经被坚强包裹的心, 再次击溃, 泪水止不住往下掉。 我轻轻扶在女儿小小的肩膀上,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田田, 谢谢你, 谢谢你选择了妈妈。 这场官司, 因为女儿选择了我, 而宣布胜利。 接下来的日子, 我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与之前不同的是, 没有沈志明我, 反而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事, 能更好地周旋在女儿和工作之间。 我辞掉之前的文职, 尝试着做业务。 毕竟在进入婚姻之前, 我也是业务界内的佼佼者, 踏入职场三个月。 我彻底适应了新环境, 周一到周五, 孩子上学时间, 我尽量完成工作上的事, 课后陪伴, 周末一起出去游玩, 该有的好像并没有缺少什么, 反而不会因为不想做饭而出去吃, 被责备不营养不卫生的问题, 活得更加潇洒自在。 我妈得知我们离婚, 小心翼翼地暗示了一句, 表示弟弟结婚, 弟媳妇前不久才怀了身孕, 她没时间过来帮我照顾田田。 虽然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酸涩, 但还是大放回道, 没关系, 田田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照顾, 况且她多数时间在学校, 我能应付得来。 我妈闻言, 这才放了心, 甚至贴心地询问我, 需不需要别的什么帮助。 我表示没有, 之所以告诉她这些, 只是因为想让她知道。 秦南告诉我, 离婚后没多久, 沈志明和陆可晴就结婚了。 只可惜婚后没多久, 前婆婆不知道怎么知道, 秦南不能再生孩子, 跑去大吵大闹一通, 对此我并不关心。 秦南还告诉我, 自从我俩离婚以后, 她特意在朋友圈经常晒我和田田的照片, 就是为了让沈志明和陆可晴看到。 我好奇她有沈志明好友也就罢了, 为什么陆可晴的也有。 秦南笑笑回应, 身为顶级医生, 我想家的患者有哪个不愿意? 那些照片有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出去游玩, 有的时候是我个人自拍。 秦南学过摄影, 每一张照片都很好看, 刚开始, 沈志明并没有在意, 到最后, 他每发一次沈志明都会点赞。 直到最后, 陆可晴因为这件事跟他闹别扭, 最严重的一次, 两人大打出手。 但也因为那一次, 陆可晴像是疯了似的, 不仅开始查沈志明的手机, 连带他的行程都要摸得一清二楚。 总而言之, 我和田田母女俩过得顺风顺水, 那边一家三口鸡飞狗跳。 再听到沈志明的消息, 是一年后了, 夜里刚睡着, 秦南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迷迷糊糊接听, 就听到他压着嗓音兴奋开口。 家家,今晚我值班, 接到一个急诊, 夫妇俩出了车祸, 送过来两人都跟血人似的。 我哼了一声, 继续闭着眼睛问, 人家都那么惨了, 你怎么听起来这么兴奋? 怎么能不兴奋? 你猜猜那夫妻俩是谁? 秦南好像在极力下压 快要压不住的嘴角, 我一下子提起了精神。 来不及回答, 他已经说出了答案, 是沈志明和陆可情。 他继续跟我爸爸, 原来沈志明晚上加班没回家。 陆可情就崩溃了, 半夜跑到公司, 把人拖回来。 路上, 陆可情质问他, 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 是不是跟我旧情复燃? 沈志明否认以后, 陆可情还是不相信, 就算沈志明还在开车, 也对他又打又骂。 这么一通折腾, 沈志明一不留神, 直接出了车祸。 恰好值班的他, 看到两个人, 又了解到八卦, 便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了。 当然了, 秦南是妇科医生, 车祸的手术, 他不参与。 八八讲完一通后, 他又问我, 动完手术的医生说, 那俩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过沈志明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想到那张脸, 我就一阵厌恶, 刚想拒绝, 秦南又开口了。 别拒绝, 我觉得身为前妻, 不但要去看望他, 还要带礼物。 你忘了之前压箱底的东西了吗? 经他这么一提醒, 我立马想到了, 问, 什么时候去何事? 秦南想了想, 等我再通知你吧。 再见到沈志明, 是在七天后了, 他躺在病床上, 头上拆着纱布, 脸也有些浮肿, 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眼神闪现一丝诧异, 但很快冲我笑了笑,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看来离开我你过得很好, 其实这一年多时间里, 我都有后悔过, 家家, 我们不该分开的。 我打断他的话, 少在这里说废话了, 我来看你, 是想送你两样礼物。 他有些不解, 什么? 我只是取出平板, 把当初在卫生间门口, 陆可情假装被我撞倒的监控, 放给他看。 看完后, 他张了张嘴, 叹息道, 你应该早点把监控拿给我看的, 我不知道陆可情居然是这样的。 家家, 我。 先别着急说话, 还有另外一份礼物。 接下来取出来的, 是他和陆可情女儿的亲子鉴定报告。 我耐心地翻给他看, 结尾处显示, 累计付权指数CPI小于0.0001, 瞬间让沈志明的表情实化。 他喃喃出声, 一一不是我的女儿。 我把鉴定扔在一边解释, 是, 你很大程度是做了接盘侠。 不等他再说什么, 我已经转身离开病房。 礼物送达, 我的目的地也达到了。 后来啊, 后来听说陆可情和沈志明彻底决裂, 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的他, 对于这个昔日女神毫无办法。 对方承认孩子不是他的, 而且还卷走了他所有现金。 带着女儿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婆婆气得跳脚, 但也没有办法。 不能再自由自在地跳广场舞的他, 不得不担负起照顾瘫痪儿子的工作。 期间, 沈志明有让秦南替他转达, 表示他后悔了, 秦南全都是以毒不回, 甚至故意在朋友圈发布 我和田田的照片, 并配上吻爱。 余生, 你在你的床上发霉腐烂, 而我爱的他将灿烂耀眼。 我将灿烂眼睛我们的准备